今天呢 來執行拍攝任務 跟我女朋友一起 那麼為什麼現在 只有我一個人呢 那是因為 拍攝任務 相機帶了 電池沒帶 剛剛給他買一個 買一個電池 回去了 今天就是要給 給大家公佈一下 就是我現在用的Vlog套裝 就是我認為最輕便 不算最輕便 反正是畫質跟輕便 很好的一個平衡 而且有這個超廣角 我這個電池沒拿 又再走一趟 現在已經是隔天了 那麼昨天結束一整天的拍攝任務之後呢 時間已經太晚了 所以 我就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套裝 那麼我現在 很遺憾的我並沒有使用任何的新機器 我現在還是使用了 Sony Alpha 6300 所以我在上一集給大家提示就是 4K30 1080p 120 完全就是 好幾年前的這個規格了 就是Sony Alpha 6300 錯拍出來的畫面 那麼換的設備是 鏡頭 在之前我用Canon的廣角 就是這個 很大的Sigma的 10到20 作為 就是自拍的廣角鏡頭 然後 如果我要用這個 來拍攝影片 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 用Canon的相機 但是Canon的4K自動對焦 不太好 雖然說現在有最輕的R5R6 但是那個都 老實講 就太貴了 那麼我現在畫質最好的機器就是 Z-CAN12 那麼這個畫質確實好 但是自動對焦不太好 但是廣角可以用手動對焦來解決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太大太重了 雖然說畫質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在想 有什麼樣的設備可以 保證一點點的畫質 再加上廣角可以拿來自拍 那麼我之前一直用那個Sony 然後帶有自動對焦這個套頭 16-50 其實用起來 等效24毫米的廣角 其實 對於這種小機器來說 你可以把手機比較遠 因為它比較輕一點 但是 總覺得好像效果沒有這麼好 感覺非常的普通 感覺跟手機拍出來的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斷思考 最後我就把眼光投到這顆 7.5毫米 這個是七工匠的7.5毫米 F2.8的 魚眼鏡頭 魚眼鏡頭 就代表說這個視角非常的 就是特別 然後也非常類似於 Gopro這種運動相機 所拍出來的畫面 那麼這顆鏡頭我看了非常非常久 那麼一直都沒有 遲遲沒有入手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手動對焦的鏡頭 手動對焦拿來自拍 並不是不可能 像我用Z Cam 也是可以直接拿來手動對焦 但是 問題是 6300並沒有翻轉螢幕 一台沒有翻轉螢幕的相機 要怎麼樣 才可以進行手動對焦 這是我 沒有買這顆鏡頭的 原本 的原因 但是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 魚眼 7.5毫米 雖然說光圈有2.8 但是 7.5毫米 基本上 不怎麼需要 對焦 所以我稱它為有3個模式 第一個 最近對焦距離 0.12 然後可以拍攝超近的東西 然後 有非常誇張的這個效果 那麼第二個就是自拍模式 把這個對焦的焦距 把它調整到 0.5米 那麼0.5米呢 我手肯定是沒有 這麼長啦 它的對焦範圍其實還 就在焦內的範圍其實還蠻廣的 所以 自拍的話 對焦在0.5米 就 非常夠用 再來 最後一種模式 第三種模式 那就是風景模式 就是 我拍第一人稱視角的時候 我需要對到 無限遠 所以就把它對到無限遠 然後這個對焦範圍 就可以 基本上就是一個泛焦的狀態 那麼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呢 我就馬上 買了這個鏡頭 然後進行嘗試 雖然說它不像GoPro這麼小 也沒有防水 但是在我日常使用中 已經夠我使用了 因為我 不喜歡碰水 然後 再來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我其實把它 擺在一些角落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是跟GoPro的這個功能 其實非常類似了 所以 就沒有一個理由 讓我去買GoPro 就 沒有一個理由 讓我去買運動相機 大家都說 它 小巧方便 可以把它擺在任何角落 可以非常 好的 去記錄 去拍攝 但是 到了晚上 6300的優勢就出現了 雖然光學都是2.8 但是 ABSC的 這個 感光元件 在夜晚 拍攝 還是 占很大的優勢 那麼之後 我可能就會用這個 這套系統 當作 主要的 A-Raw 那B-Raw的話 這台 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下期再見 route Raw 結束